目前我沒有什麼黨派 但是我會覺得是說 國家平安平順是比較好 那平順比較好 對我來講我會覺得藍色會比較好 就是在於在菲律大戀 或許可能吧 他們可能加在一起的勝算會比較多 就是到時候看他們的政見 然後當然就是看誰的政見好 就是以誰的政見 就是以誰為主 對 說他們誰要跟誰合 其實我是覺得還好 你覺得兩幫有可能做結合嗎 這個很難講吧 政治人物感覺上 好像就是他們的利益 如果誰跟誰的利益比較OK的話 他們就會合 對 所以有時候看起來好像會 然後結果後來又不會 所以我覺得這好像很難講 應該是要看人吧 對 要看人吧 對 要看人吧 應該是候選人 對候選人 不是對黨 非綠大聯盟 應該不太會吧 應該不太會 對啊 克文德不是有自己事件黨派嗎 我覺得應該不會 那他當初又不要創民眾黨 就不會再大融合 大融合 應該是不會 是誰是沒有 但是目標就是可以為台灣就是經濟啦 能帶動起來經濟的 以經濟為主 以經濟為主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像年輕族群房價有沒有 房價才太高 能真正讓我們年輕族群可以買得起房子 藍白河嘛 我覺得 我覺得是應該是有可能 如果是 為能為台灣好或怎樣的話 我相信整個族群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應該是柯文哲吧 做事蠻有魄力的 而且就是蠻簡潔有力的 所以我應該會想要選給柯文哲 藍白河是有可能的嗎 我覺得 嗯 合在一起無所謂 但是就是看他的政見 跟他想要為我們做什麼比較重要 對 所以 顏色跟黨派對來說 不是太直接選的原因 但 什麼人出來選比較重要 藍白河是有可能的嗎 其實我對 我沒有很 很 就是在 關心政治 對但是 柯文哲我覺得不錯 因為我覺得他的作風還蠻 就是蠻Tough的 對 跟就是 看到藍色或是綠色來說 對 會比較強硬一點 對 就是我覺得這種 就是他有可能需要這種作風的領導者 藍白河是有可能的嗎 我覺得很難講 對啊 有可能吧 畢竟台灣的政治就是這樣 你自己心目中有支持哪一方嗎 沒有耶 真的沒有 沒有一個 比如說比較確定哪一個 是 以前可能是綠啦 然後可能後來又有變過 對 現在真的也沒有說確定比較偏向哪一方 應該一開始偏綠 可是你看到他做的 你就會覺得 好像另一個比較好 現在真的也不知道是偏哪一個 海荒鮑魚干貝 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想有折扣喔